鸡蜜蜜本 鸡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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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鹦鹉妈妈健康屋 我是Susan 在上期影片中 我们讲解了咖啡是否可以减少生病的问题 本期视频我们要讲解 断食可以杀死癌细胞的自然疗法 伯格医生说 如果有癌症 不做断食是很大的错误 因为断食对癌细胞的伤害很大 有一项对于做30天断食的研究 可以启动或者抑制某些基因 这群参与研究的人 只是从早上断食到晚上 大概15个小时 持续了30天 有些基因启动癌细胞 有些基因会关闭癌细胞 例如LATSI基因会抑制肝脏 功颈肺部肿瘤细胞 断食后 这个基因增强了9倍 还有个CFHRI基因 可以抑制肝脏癌细胞 断食后 这个基因增强了14倍 所以断食的好处有 1.可以启动抑制癌症的基因 2.可以关闭引发癌症的基因 3.增强自然杀手细胞 natural killer cells和T杀手细胞 这两种细胞在不同部位的免疫系统运作 负责杀死病毒和癌细胞 断食可以增加这两种免疫力细胞 4.断食可以启动细胞自食 回收老化受损的蛋白质 回收DNA和线粒体 变成新的组织 事实上癌细胞是由受损的DNA和线粒体变成的 所以细胞自食回收越多的受损DNA和线粒体 癌细胞就会越少 5.断食可以增强身体对化疗药物的忍耐性 可以降低化疗的并发症 这真的很神奇 断食越久越好 但是要注意补充营养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长期断食会缺乏营养 会使免疫系统虚弱 所以请确保在断食中补充充足的营养素 好了 如果本期视频内容有帮助到你 请点赞订阅 并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 和鹦鹉妈妈一起变得更加健康更加美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